各位爱奇艺娱乐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FSH48的黄婷婷 就除了一些运动的环节 还会有粉丝表演的环节 平常都是粉丝在台下看我们表演 他们也会表演我们代表的歌曲 是之前就知道粉丝会参加这场音乐 表演的节目呢还是 彩排是不是才知道 粉丝又有在台上彩排 然后就有听到 那感觉怎么样 它也挺有趣的 因为大家就特别努力 因为有的舞蹈还是挺难的 就我们对的那个光之轨迹 还是有点难度的 粉丝特别努力的在跳 有 花时间比较多的是 如果你入场式 就是之前会每个分队 会分队进行入场式 会有一些表演的环节 那个还 大家想蛮久的 我还好因为我那个项目不太需要体能 比较需要技巧 军丝较小姐 出来了 满佛 好 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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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小时候骑自行车还挺厉害的 就可以双手拖把尿 但是结果参加之后才发现是那种幼儿自行车 幼儿自行车 就我那么厉害也没有使不上 有有有我在骑自行车我特别用力的时候 感觉姿势不太美观 其他项目有想参加的吗 其他其实挺想参加拔河 因为拔河就是一个集体的项目 但是因为大家都说我太 对 帮我拒绝我参加拔河 那你觉得在中央队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啊 有刘沛欣她是以前是H队 她是新加入我们队的 我觉得她特别厉害 就是体能啊爆发力啊 各方面都比较厉害 我的竞争队是什么呢 我的竞争队是 本来我们N队的娜娜 她是我们 我们一直吵一吵她 说她的腿是一张短跑的 一双短跑的腿 特别适合短跑 结果她现在去了H队 她现在应该是我们队的 强有力的竞争队 会有团队之间的一些比赛啊 团队赚 那你觉得有重新团队 会加入一些 比如说新的成员啊 会担心比赛之间的默契吗 这个有比如说像团队协作 有拔河或者是跳长绳 这些就大家还是有练过的 因为也很多新成员嘛 就在一起练习一下 大家怎么样就是在一个月之内 怎么样去担任默契啊 其实因为平常经常排练的话 大家都在一起 就是也排练的时候 就是舞蹈排练啊 什么公演啊 也都会在一起 有在慢慢的锻炼这些默契 那通过这一项 就是一项的出租会吗 大概就是你觉得 如果说过到什么 我觉得就很对的 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就是 就是比如排练的时候 或者比赛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就还觉得挺开心的 比如在后场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一起聊天啊 或者一起玩玩游戏啊 就觉得挺开心的 主要是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还挺难得的 就是现在体能表现很不错 但是那不是一场 对体能比较高的一项吗 当时有做什么样特别的训练 有好像还体能就有 因为它我记得第一集有 去爬长城 我以前就是私下去长城 也只是散步那种 然后那次是在长城上 跑步 就还挺难受 就一下子呼吸不上来这样 平常有稍微跑步一下 锻炼一下 还有过 因为那个比赛之前说 可能要开车 还有去练过开车 还是 感谢观看